大家好 歡迎在多視界 股市全弯共和 昨天很多人停損 今天大漲200點 股票市場就是這樣 常常就是在利空的時候 大家恐慌的時候 它出現了大轉機 常常大家都知道利空买股票 但是每个人都是在利空卖股票 而有些人是逼不得已 因为可能是融资 因为资金的水位不够 被断掉被迫的断头 那就真的比较可怜 那有些可能就是真的害怕 那真的啦 做股票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我常常讲你要相信 这家公司的未来 这家公司的未来 你不用去管别人讲 就像说我讲合一 你也不一定要听我的 对不对 网络上也有很多人 大家都每个都讲合一 都可以 你也可以看报纸 对不对 看公司的法说会等等 但是我相信 你越了解合一 你会觉得说 这家公司还真的还不错啦 以生计股来说 算是蛮透明的吧 有些人问什么 奇奇怪怪的问题 他们公司还会回复呢 对不对 如果是我 我早就吐他们回去了 对不对 有些什么 网络讨论片看到一则分析文章如下 什么两位糖尿病的人 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我 他们公司还写这么多回复呢 还很有耐心呢 如果是我早就吐他们回去了 你就故意来乱了嘛 就像这个嘛 好 请问合一 合一目前市值多少呢 目前还是台湾市值最大的生计公司吗 还是合一吗 那你自己不会去把市价乘以它的股本 你还要故意问吗 这种就 这都很故意啊 不过这个公司也是 我看起来也是有点不爽 进行参考 贵买中心公布之交易资讯 所以啊 人啊 一样米一样百样人 你真的活得越久 像我啦 我不敢说我活得很久 但是至少也50岁了 迈入51岁 好人坏人看的不少啦 在股市也是历经了20年的脱空的洗礼 你看我的头发真的 这个月比较没有染头发 心情也不太好嘛 因为全球股市也不好嘛 对不对 那一堆的坏人在那边乱搞 因为我没有染 我几乎都是白的啦 我50岁应该我 我的头发几乎都是白的 我常讲说 真的啦 你说台北股市 全球股市这20年来 高高低低起起伏伏 那么的久 对不对 那么的久 很多小白或者说很多人 其实都没有经 大部分人都是去年或者前年才进来的 只看到股市会涨 只要会追就会涨 真的都是不太对啦 所以为什么 其实你看我买股票 大部分都是买比较低档 那别人还没讲 那长线有题材 你要叫我真的去追股票 我比较少去做这种事情 没办法 因为股市不是天天好啊 股市其实都越有殷勤缘缺嘛 又一万多点跌到三千多点 对不对 9859跌到3411 这边是9859 对不对 这个那时候 这个嘛 9859 10328 这边是9859嘛 9785 9859啦 应该是9859 对啦 9859 那时候应该还是陈水扁执政 应该对啦 应该陈水扁执政吧 2007年 2007年对啦 还陈水扁执政最后一年嘛 对不对 马云九执政之后也是有乱过啦 然后欧债的风暴啦 还有刘易如之乱 刘易如是怎么样 他说他要负增赠交税嘛 这也是来乱的嘛 乱了台北股市跌了差不多一两个 好几个月吧 人家都涨我们跌吧 后来他也做不下去 所以 真的啦 你说 有时候觉得 经济学者 他想得太美 股票市场就是个赌场嘛 他就是个赌场 我们讲的很难听 这是合法的赌场 你要在这合法的赌场 如何赚钱 外资有钱 国安基金也有钱 劳退基金也有钱 投信也有钱 公司派大股东 比你更懂的公司的内幕 他们也有钱 他们可以控制公司的股价 对不对 大阻力 也是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 那种才叫大阻力 那种大阻力也是有钱 他们做股票也是做比较大波段的 小阻力呢 每天冲来冲去 隔日冲赚点手续费 涨也跑 跌也跑 这样子的 也都有 什么人都有 你怎么赢他们 你怎么赢他们 你说你有几千万 几百万 说真的 在股市里面 堵下去就没去 对不对 几亿元也是堵下去就没去 真的堵下去就没去 那你怎么赢他们 你只有选好的公司嘛 长线会成长的公司嘛 甚至可能会大成长的公司嘛 买在它小时候嘛 如此而已 就是如此而已 你不用去管这个大盘的震荡 说真的 指数震荡当然会影响 一时股价的涨跌 但是只要这家公司是黄金 对不对 它是未来的钻石 你有一点耐心 它可能会给你很高的报酬 会让你长到你不敢相信 我昨天不是说大立光吗 对不对 大立光也有多少钱 一百多块过啊 一百九十四块的大立光 三四一一的时候 民国九十八年的时候 2009年的时候 那时候大盘跌到多少 三四一一嘛 对不对 这边三四一一嘛 三九五五啦 三九五五 这是2008金融海啸 你说这一次啦 这一次跟金融海啸 对不对 理论上啦 是有点不像 为什么 金融海啸是怎样 美国那个次贷的风暴嘛 那个房地美嘛 那时候就是次贷的风暴 房地美房地美 那时候 对不对 因为借贷的问题 那时候房市炒太高了 那违约嘛 对不对 那造成那个雷曼事件嘛 那时候是这样子崩下来 那时候 2008金融海啸是这样崩 但是它崩的时候 有没有 它跌了三个月 先九千八 跌到六千多 跌到六七千 我那时候我印象也很深刻 九千多跌到七千了 跌了两千多点 跌两千多点 大家都觉得跌够了 真的后来有反弹 后来有反弹 那后来为什么又迫下去 后来为什么又迫下去 我记得应该是 就是那时候应该 台湾好像是SARS吧 97年 97年到现在多少 现在一百一十一 十几年 对了 台湾应该是SARS 应该是SARS 台湾应该SARS 跌到3955 台湾应该是SARS跌到3955 那时候天母的一间公寓 四百万 四百万 那当然现在 譬如说天母的一间公寓 应该也要一千多万块两千吧 一坪也要四五十万吧 对不对 天母的旧公寓 那时候天母的旧公寓 一坪大概十几万而已 十几万而已 那时候买房子才真的便宜 对不对 那时候跳楼大拍卖 你说像这次 这次是因为什么 因为战争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战争 那当然股市涨多了 这也是个问题 很多公司估值太高 但是这其实也还好 因为真的电动车不错 真的半导体不错 对不对 这东西如果说没有战争 它还是会支持 只是会 可能会小修正一下 但是这次就是因为战争 那战争你说 费半也跌了快三十% Nest也跌了快二十几% 对不对 但是你至少有一个反弹 所以为什么叫你 不要乱杀低股票 你看那时候 98年的2008金融海啸也是一样 先跌了两千多点 有没有反弹 有 而且是很大的反弹 这边是先跌到7384 弹到哪边 9309 那时候记得应该是 还是阿扁执政 那时候拉什么你知道吗 那时候拉的股票是什么 你会不敢相信 那时候拉什么 拉这个 拉友达 有没有 那时候友达还五十几块 那时候的面板还是明星产业 那时候的面板还是两兆双星产业 还很夯 那时候老师那时候面板有五十几块 真的 那时候友达那时候还是很热门的 那时候历经还在 那时候就是低润跟 TFT 那你看有没有 那时候拉友达还有拉群创 有没有 拉群创 群创八十几块 现在群创多少 什么大摩 我看十块 随便他 所以你知道这种东西 太多的 太多的故事 我跟你讲 我说不完 因为我在股市太久了 真的很多的故事 我的记忆力也很好 对股票的记忆力也很好 那当然面板因为大陆起来了 韩国也做得比我们大 对不对 那台湾就没办法了 价格一直盪 那到了去年才 因为疫情大爆发 所以你说为什么 那时候我要跟你讲 八九块我们要买财经 因为我们看到说转亏为盈 还有新的应用 但是到了 彩经二十几块 群创 有达三十几块 全市场都在封的时候 为什么我要叫你要卖 因为那不是正常的 你看以前 有达也有多少 群创也有九十块 各位同学 群创也有九十块 那买在九十块怎么办 还是套了 你台北股市创的历史新高 还是套了 这就是我一直告诉你的 你要买产业 不是买指数 你知道九八五 九三零九的时候 对不对 这边是九三零九 这边是九三零九 有达几块 五十八块 六十块 群创几块 九十块 九十九块 到现在台北股市 到现在有群创十三块 台北股市多少点 对不起 还有一万五千八百多点 所以你看指数做股票 你真的是小朋友 很多人跟你讲指数 跌到一五一五九 昨天一堆人 对不对 昨天那么大的财经媒体 盘中跟你讲 破低了一五一五九 我说真的害死人 对不对 你今天大涨两百点 昨天认赔的呢 全部都哭出来 一样嘛 你说合一 当然今天新闻出来 被剔除MSCI 它是指数成分 至少还可以保留 中小型指数成分股 至少还在 还在MSCI里面 只是说 配的资金没那么多而已 我们讲明白就这样 比如说 好MSCI 你今天要投资这个 对不对 台湾 台湾这个指数全动股 你今年要投资一百亿好了 这些被动的资金 譬如说 要投资一百亿好了 平均分配给这些公司 这里面的指数成分股 对不对 合一也会分到一些 那现在可能降到中小型指数了 可能这个规模就 就没有很大了 就变五十亿的规模了 但是也是会 合一还是会配到一些额度 只是说你 这边会卖一些 其实你说 说得太难了 外资已经 这几个月卖那么多了 我问你 这几个月卖那么多了 对不对 这两天投信在买合一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不觉得很奇怪 这两天反而是投信在买合一 反而是投信在买合一 有的 怎么投信在买合一 投信嗅到什么味道了 我说我懒得去问 就像有些人问我 老师那MSC要怎么算 额度那多少张要怎么算 当然我有 你说 小模还是大模的朋友 我也懒得去问 因为那个东西很重要 对不对 你说 好了 外资 你说这些被动的基金 了不起 持股 可能几千张而已吧 或上万张而已吧 你说真正合一的大户 合一的大鱼 据我所知 有几千张的就好几个 我知道的 我知道的 几千张的就好几个 他们也不会输外资 只不过这边 当然理论上也是有一个集团 对不对 我也不想去点名 因为我也有听到 所以我前阵子才跟你讲 对不对 这边既然有人提到了 我也可以讲 这边就是有人要压 后来被修理 这次理论上也是 当然这边的人 可能跟另外一档股票有关 我就不方便讲 我就不方便讲 因为这种东西我也没办法 我也没去查证 对不对 我也是得到资讯 要压就压嘛 对不对 但是你说啦 放空你有多少肉 对不对 放空的你有多少肉 接下来六月份 你说MSCI 5月31号生效嘛 来不及就5月31号那一天 你再卖一些嘛 所以你这边都卖得差不多了 你能再卖多少 对不对 反而是投信来进来买 有趣啊 有趣啊 就像是我 前阵子跟你讲的嘛 你志勤那时候 去年11月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也是被外资卖嘛 去年11月30号嘛 对不对 30号那天 他也是被剔除嘛 30号那天 被剔除嘛 你看他这外资有没有 也是卖得很凶嘛 卖得很凶啊 对不对 因为志勤外资持股没多少张啦 也没了2000张嘛 卖到多少 卖到11月30号变成131张 卖了1000多张而已嘛 后来都被吃掉了 卖在57块 志勤今年涨到104块 哇反正拉了一倍 所以你说这些是被动的 他一直在浮动 只要合一股价涨上去了 他可能哪一天又把他纳入了 又把他升等了 对不对 这是被动型的 没办法 因为外 MSCI它是服务那些 被动型的基金 不了解台湾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嘛 我常讲 不要以为说 阿独家很了解台湾 就像我们也不了解 阿独家嘛 对不对 你知道美国 最大的产险公司是谁吗 对不对 你知道日本最大的产险公司是谁吗 对不对 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产险公司是谁吗 你也不了解 大部分只知道台湾国泰金 富邦金很大嘛 对不对 这次中标的嘛 防疫险嘛 对不对 中国大陆呢 是中国平安嘛 那个他们也很大嘛 美国呢 StateFarm很大 AIG那些很大 大Blocker Aeon Marsh 日本的Tokio Marine 东京海上 德国阿里昂子 英国Lois 其实很大 他们都很大 但是台湾人也不懂嘛 对不对 那你要去投资美国 比如说你要去投资美国公司 你也是看MSCI 就是这样而已嘛 那只是一个被动的东西 它只是随时在调 当然会有被动的买盘 也会有被动的卖盘 你说好了 外资要卖就给他卖啊 对不对 你看卖一卖后来又追回来 好奇怪 都是一样嘛 怎么又追回来了 是不是 就像说你说 今天有一档很好笑嘛 这几天那个什么 高端也跌得很惨 也很可怜 跌得很惨 那今天呢 怎么所长停 六千多张 生技股 我跟你讲要凶 凶死你啊 一个月可以让你涨好几倍 对不对 我常常讲你生技股 你不要乱做 对不对 这一个月给你涨几倍 去年 11月4号90块 然后呢 到11月30号225块 一倍多 再过几天 变成四倍 对不对 其实不要去乱做 也不要乱杀低 我说合一 最近我们就忍耐 对不对 你还有资金的 你跟我买一些电子股也可以 因为电子股跌很深嘛 对不对 我们就忍耐 如果你喜欢合一 这边也可以买 但是你要等一下 这样我有个清代的 他就把泰森赚钱卖掉 他就买 最近又换合一 他说他要加码合一 OK啊 对不对 但这边你要等一下 合一你就要等一下 有些就说 他要做短的 做短的 我们就做别的嘛 这个我也有做啊 对不对 这个我也有做啊 都有啊 我也做一些短的 这个也有做啊 这边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就像一般会 我们最近也是做一些 强势的 比较强势的小电子股 那因为 人家要压 对不对 还有很多领便当的 来放谣言 你不觉得这些人 奇 他们很奇怪嘛 每天在笑合一 骂合一 人家吃饭才赢哦 对不对 他放空是赚多少钱 他为什么那么闲 一定是有目的嘛 或者怎么样 或者是 头科有问题吧 很恨合一吧 我也不知道 那是他们家的事情 但是我常讲 你要酸都无所谓 你最好是有真实姓名 对不对 你的大头照给大家看一下 哇你放空合一赚大钱 鼓鼓掌 真的鼓鼓掌 如果没有 你不是一个很好笑的人 或者你造谣 什么合一啊 大陆利空啊 怎么样 造谣 那这种真的就 对不对 会有报应 我觉得人 有多少事做多少话 有多少做多少 对不对 你真的才敢讲 像我说 对不对 大陆药症不是说只有CD 一定要两百天 我没有骗你 合一真的是醉酒的 真的是很久很久很久 久到大家也受不了 但是你说真的要这么 还要再这么久啊 也不一定了吧 对不对 发补了嘛 我们再来就是 对不对 他们省嘛 我们就祝福嘛 那再来六月 六月底就美国一彩了嘛 又要开奖了 而且那个FV85也要入账了 所以你看投心 为什么最近会买 他就看到有赚钱他可以买了 我想投心其实也很想买啦 就是没赚钱他不太能买嘛 免得像上次一样 平损又被修理又被骂嘛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对不对 投心会不了解合一吗 当然一定也有人了解合一的嘛 是不是 投心为什么这两天要连买合一 他们找到机会了 终于有赚钱了啊 对不对 所以股市太多太多的鬼 你要如何赢这些鬼 如果说你真的 也认同合一做的药 那你就相信他 你就祝福他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说这个药有什么了不起 糖尿病 对不对 可以用的东西那么多 可以治疗他 糖尿病足的那么多 对不对 那你就不要相信他嘛 我常常讲你不想等你就卖啊 对不对 这边我都告诉你不想等 不想等你就卖嘛 那你想等就好好等 快开牌 快开牌 机会是越来越近 所以像这边一样 老大动起来 而且说不定这次嘎起来 更凶我跟你讲 说不定这次嘎起来更凶 因为 美国异财大陆药证 还有授权 这三个是大东西耶 对不对 药华药 只拿到美国的药证而已啊 就这样子飞啊 合一如果美国的医财大陆的药证 都拿到了 我认为他会飞得更高啊 就像药花药我也没给你唬烂啊 对不对 我说这边两百多块 我知道他的故事 我说他没有死 他还会再长 我没有唬烂嘛 对不对 只是因为他是全额交割 也不好操作 算了 而且股价我觉得 也还好两百多块嘛 也 两百多块是可以嘛 但是你都知道三百了 算了 对不对 合一 我们比较熟 我们 对对合一比较熟 我们还是爱合一啊 就是这样而已啊 但是我讲的对不对 很多东西我都事先讲 你都可以调过去的录影带出来 那当然呢 快了啦 时间快了啦 就像说今天合一跌 对不对 还为什么中天没跌 好奇怪齁 应该这两支应该同样命运的嘛 合一跌中间理论上也跌 还为什么中天没跌 你不觉得很奇怪 这里面有一些猫腻吧 是不是 外资卖 外资通常都是追高杀低的啦 你知道你说台积电不好吗 对不对 外资也知道台积电好啊 但是没办法基金要被赎回啊 它只好变现嘛 台积电会输利基电吗 台积电会输联电吗 不可能啦 但是联电都没破底啦 利基电对不对 联电都守得很强 利基电今天还喷出来了 有没有 为什么台积电还这么可怜 没办法啊 变现嘛 外资也需要钱嘛 那什么东西最好卖 就是台积电嘛 鸿海嘛 最好卖嘛 就是这样而已嘛 你说那些 很懂半导体的专业人士 在这边大买台积电 五百五百六大买台积电 他们就是笨蛋吗 他比我懂台积电欸 我跟你讲 你说中华民国了解台积电的 你说那些头顾老师对不对 没有去过工厂 每个讲台积电讲的跟什么一样 我就算我很了解工厂 我也去过很多工厂 但是台积电很多新的东西 我也都要去问啦 就像今天我要特别问我同学 有关于小精彩的事情 正好有个同学 对不对 他们也是那个集团的 有趣啦 就是这样嘛 就那时候我问我 问我们班第一名嘛 我说你公司好 生意好不好 我那时候中沙嘛 对不对 七十块的时候嘛 我就问他 你们公司业绩如何 他说不错啊 人家说的不错是这样涨一倍耶 人家真的很厉害啊 这就是股票嘛 对不对 你说中商真的不错啦 真的不错了 第一季赚多少 第一季好像也赚很多了 第一季应该赚不少 第一季赚2.2 那今年赚8块好了 那8块本益比十几倍 你说便宜也不会很便宜 啊贵也不贵 对不对 但是呢股票就这样很有趣嘛 啊投信要认养嘛 有没有 投信要认养 后来是投信认养 所以你说真的股票啊 来来回回啦 你买在低档你不会吃亏了 好的公司会喷出去的 不会吃亏了 这样你说合一 对不对 这边老大来修理 哇 对不对 我们不是老大啦 你说我的会员当然合一也很多张啦 有一百张的 有两百多张的 也有不少个啦 我能这样讲 但是我们不是老大啦 我只能告诉你我也 对我们不是老大啦 我们也要 对不对 我也要等老大一生命下 对不对 你要拿几万张嘛 你知道给我两万张我跟他拼嘛 对不对 就像说讨论区那么多人 大家一起啊 一人一张啊 对不对 你几千个人一人一张啊 来修理外资啊 要不要 不可能嘛 大家不会同心协力的啦 散户不会同心协力的啦 这很正常很现实啦 每个人讲话都讲得很漂亮 对不对 但是呢碰到 碰到利空的时候 碰到盘不好的时候 打个无为人就走得好像背了 对不对 昨天的大盘 一破这个低档 对不对 一破这个 一破前天的低点 你看昨天大盘一破前天的低 一堆人就停损啊 融资就减了四十几亿啊 本来这几天减的还不够多 一天减二十六亿而已 减几亿而已 结果昨天融资一天就减四十六亿 为什么 散户怕了 PTT一堆毕业文嘛 对不对 就是这样啊 股票就是这样 一堆毕业文的时候 它就是低档区啊 这理事不爽啊 一堆人在讲 讲股票好的时候 对不对 一堆人在讲股票好哦 股票庙哦 航运股好哦 就死定了 一堆毕业文出来就是低档区 都是这样 不会骗你的啦 那这边对不对 大家都讲合一好哦 那时候好多老师也大家都讲合一好啊 现在没人讲了很好啊 这怎么会不好 现在只剩下一堆人在骂合一而已嘛 怎么会不好 是不是 这才是好啊 哦 就像现在很多人想要空台积电耶 有会员跟我讲 老师 现在很多人还想空台积电耶 太可怕了 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 对不对 空台积电 你空台积电这边空啊 我不知道啦 高兴就好 是不是 就像说你说 联电这边我也跟你讲超跌的 一定会反弹嘛 有没有 大盘破底他就没破底 守得也很漂亮 是不是 利基电 对不对 这几天 有新的会比较 资金比较多的 我说 那你就先买利基电嘛 你买多一点嘛 那今天跳上去 对不对 买的越多赚的越多嘛 这个是送分底啊 虽然赚不多啦 但是你买100张也 也赚个30万吧 有没有 这个好进好出啊 摸算一些啦 那何一什么事要动 我只能说快了啦 我只能说快了 你也不用去想太多 该讲的我想我 会员都提醒过 你不是阻力嘛 对不对 我如果 我常讲如果我是阻力 你就要小心我 就像有些人 有些人会攻击我 因为我挡了 有些人的财路 我讲了很多股票 讲得太明了 但是我想我是为你们好了 对不对 因为股市里面太多鬼了 真的太多鬼了 我挡了很多人财路 所以有人会攻击我 但是无所谓 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你们不要去受伤 但是很多时候 人家在乱搞 在出货 对不对 你不要被骗 那当然有人会攻击我 就像有些老师 每次买在历史糕点 买在历史糕点 对不对 在会员买在历史糕点 那这边呢 有人问他怎么办 出掉 你买在300多 300 你叫人家100块出掉 我为什么不能骂 我为什么不能骂 他们也会化身别 会叫他们的网军来攻击我 我无所谓 这是很缺德的事情 买在300 像这边人家问他 说出掉 这很缺德 我说我至少说 你点到这边 你也等他反弹 是不是 你说像这些驱动爱心 我提醒你多少次 都一样啊 这边我就说不能买了 这边都是叫你卖 之前有人在这边来找我 我都叫他们卖在这边 我都没有骗你 这边我都叫他们卖 因为这个反弹上来 不会很强 你还是要卖 我常常讲嘛 产业 他们是因为疫情起来的 那如果price在向价 对不对 price往下 虽然未来可能转车用 可能会有需求 另外一波的需求增加 但是你说笔记型电脑 或PC那边需求没有那么好 对不对 你这就很难讲 那你整个revenue就当下来了嘛 对不对 我连revenue都忘记怎么拼了 对 就营收啦 是不是 那你营收就不会好 不会再成长嘛 你营收不会再成长 你股价能够支撑嘛 是不是 我想很多的 很多电子股 这边是可以抢反弹 但是你还是要抢 那种未来会好的 那种未来比较不会好的 未来还不会那么好的 可能还会往下的 你反弹是要走的 知道吗 我想我这个看法都没有改变 那你说合一咧 他未来营收还会800万喔 他未来营收是只有800万吗 只有一个月700万800万吗 我问你嘛 他未来营收是一个月只有700万800万 你这么惨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觉得会很高的嘛 你 我跟你讲六月就会很高的啦 六月就成长几百倍了 是不是 那个十亿元关进来 就成长几百倍了 好不好 是不是 那个当然那个是浮动的 不是那不是浮动 那就是 那就是钱益金嘛 就是实实在在的 对吧 那如果谈成的授钱呢 那陆国民股票也比你多啊 他们总经理股票也比你多啊 他们会希望他们股价 这样的辛苦 这么的委屈吗 不可能啊 他们也都很认真啊 好不好 所以做股票 尤其是生气股 你的心要大一点 跌的时候也要忍耐啊 尤其是他被欺负的时候 那没办法 被欺负嘛 除非你说 每个看我节目的 每个人买五张 我们一万张跟他拼了 要不要 不可能啊 大家也不会 大家不会同心协力嘛 对不对 如果说好 你每个都来登记 对不对 登记个五百个 我们礼拜一敲个 一人敲个五张好了 对不对 就两千多张了 那外资对干 没有必要的 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必要的 为什么 这些都是短线的东西 真正的股票要涨 要让它的基本面发酵 对不对 要让它真正的 哦 故事出来了 利多出来了 那种涨才有意义 你短线上要去硬炒它 要硬拉它 我觉得没有意义 了解我的意思嘛 好不好 合一加油 大家加油 有任何持股问题 欢迎来电 十个名额免费的一个持股诊断 也祝各位超多顺利 周末愉快 拜拜 应独立判断 审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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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